嗨,我是西門町的一間商旅 有一對房客男女他們入住 原本要付兩千多 卻利用漏洞 這個家時間不會收錢的緣故 只花了四百八十元就溜掉了 業者對兩人提告 但是男房客坚持不透露女方的身份 最終只有他一人遭到判刑 旅館櫃台 這名三十多歲男子 帶著身邊麻威女check-in 清晨六點來這兒 目的是開會上廁所或身體不舒服 雖然不清楚 確定的是他們住霸王房 女房客先閃 櫃台詢問是否退房 她胡扯去提款付房錢 再也沒出現 旅館在房客辦理入住時 一般會先收費用 不過這對男女抓到一個破綻 他們是先休息 再離世說要加時間 所以旅館就想說 等到他們退房時 再收多餘的費用 這對男女入住時 繳四百八休息兩個鐘頭 零時加八小時 不用嫌付 下午四點接近退房時間 前後開溜 欠了一千六 女子騙過櫃台 直接搭電梯逃走 男房客晚五分鐘離開 不想被當場抓包 找到逃生門位置 溜出去 被騙商旅位於八樓 為了賴帳 寧願健康一下 走樓梯下去 警方找到一名王姓男子 他遭到詐欺罪起訴 判拘役30天 一顆罰近三萬 同房女子因為他不說是誰 身分成迷 躲過司法制裁 公出其他共犯 當然在犯後的態度上是有的 但是因為這個案子當中 已經能夠從那個監視畫面 去特定那個女子 有一個女子在 那至於他有沒有 供出那個人的姓名 以便事後追查 我覺得在犯後態度上 是可以反映 但是其實幫助不大 報案業者在西門町營業 同業說這種加實詐騙的案例 幾乎沒聽過 旅館業的從業人員的教育訓練 都是以客為尊 那基本上我們還是採取 信任旅客的態度 那如果說當然如果櫃台 如果有稍微提高警覺 發現這客人是比較可疑的話 當然建議還是先 事先把這個費用收取 信任房客卻被濫用 被害商旅決定調整 中途加時間要先收費 以免霸王房事件重現 記者劉松林無上線 台北報導 記者劉松林無上線 記者劉松林無上線